大家好,今天是3月8日为大家带来华强北真实的行情 最近13 Pro Max真的降价比较明显了 但手中这两个亮的电池90左右的拿货只需要59张 已经比前段时间降了两三张了 这种机器都是纯无所原装的 相同橙色价512只比256贵个两三张 而1TB比512又贵两张左右 所以大内存的性价比会显得更高 这款综合评分比14 Pro Max更高 现在是比较推荐入手的 有一款就是有所卡贴机14 Pro Max 像这两个都是256内存的 新的改好双卡拿货只需要57张半 比13 Pro Max 256无所的还便宜 当然拿有所跟无所比不公平 但是现在有所真的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现在配合QP解锁模式都不用跳激活了 信号也可以比较稳定 只用体验跟以前的卡贴机也截然不同 看到这个是11 128g内存的 一封基础款的保值率都是很高的 手中这种95星左右的拿货还需到21张 电池在85 如果橙色再好一点 电池高一点点的话 拿货还要贵50 这个机器我只加一张出 怎么这些基础款那么难掉价呢 因为它下面还有很多机型 例如XS、XS Max 都是一层一层的 下面的机型没空间掉价 那么它也不会掉价 也正因为它下面的机型也挺耐用的 所以它才报纸 再看到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有92电池的12 Pro Max 256亮机 这种电池效率稍微高一点的拿货43张 43张对于这个手机行情我觉得还可以吧 如果你不在乎高刷的 你只在乎大屏跟旗舰的品质 三颗摄像头那么它就非常值得入手 再来看到它的小老弟12 Pro 256的 这个也是亮机橙色 电池效率87是比较正常的 这个呢拿货36张 这个型号也降了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很明显 但是它行情比13 128的还便宜 同时因为它具有6GB运行内存 更好的机身品质 具有长焦 所以我更推荐12 Pro而不是13 你这样一比 性价比就出来了 还想了解其他机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个关注 我都会一一回复大家